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冬奥2022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技术版的课程 我是竹蒋老师第一哥 这一讲我们继续来介绍产业环境分析码工具 我们来看的是第二个工具 叫做产业五种竞争力 那么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给出来了三颗星啊 我都觉得不足以表现它的重要性 你给出四星五星都是OK的 这个知识点呢 大家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行掌握 这个知识点五种竞争力 谁提出来的呢 是波特套老人家提出来的 波特是非常非常牛的 我们也知道 另外我们想要强调的是 只要是波特套老人家搞出了理论 那么你都要认认真真的进行学习 包括我们后边讲的 这个基本竞争战略 也是波特套老人家给出来了 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理论 关于这个理论 有三个基本的观点 大家首先要掌握 第一个观点 他讲到了说 在一个产业里边 有五种力量 共同决定了产业竞争的强度 以及产业利润率 那么其实这儿讲到的竞争的强度 以及产业利润率 也点出了产业五种经历 分析的一个关键 他分析的是什么呢 就是分析这个产业 它的竞争激烈不激烈 以及这个产业的利润率 到底是怎么样子 显然这两点 对于企业制定战略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说是非常重要 你想一想 一个企业 他要不要进入某一个产业 他当然要关注 这个产业的竞争强度 对吧 如果这个产业的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 那我就要考虑一下 我要不要进入 我如果要是进去之后 别人捅我一刀子 然后过一会儿 又有人扎一刀子 那说不定一会儿 你这个企业就奄奄一息了 对不对 自己还没有挣到啥钱 就先已经挂掉了 这何苦呢 对不对 所以竞争的强度 我是要关注的 不仅要关注竞争的强度 我还要关注利润率 比方说某一个产业 你看着好像竞争不是太激烈吗 好 你噗通就跳进去了 结果跳进去一看 确实竞争不激烈 它利润率低啊 赚不着钱 所以竞争才不激烈 那这样的产业 我肯定也不要往里边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你分析产业的五种竞争力 就可以得到这两点 那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企业来说 好 那问题就来了 到底是哪五种力量决定了竞争的强度 以及产业的利润率呢 我们可以来看 有这五种力量 从横向来看 主要是三个 一个就是这个产业里边现有公司之间的竞争 比方说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智能手机这样的产业 还有白色家电这样的产业 那么现有的公司之间的竞争呢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对吧 智能手机 OPPO Vivo 华为 小米 再加上国际上众多的这些品牌 在里边厮杀 竞争很激烈 那么你竞争很激烈 自然就会使得我这种利润率啊 有一定的下滑 大家肯定是互相搞价格战呀 是不是啊 你降价我也降价 最后大家能够赚到钱都不多了 这是其中一个例 第二个 就是供放 作为一家企业 你的供应商有可能给你砍价 你比方说像小米手机在早期的时候 他的实力并不是特别强 他想去找芯片的供应商 我们知道很多手机芯片的供应商 那也都是实力很强劲的企业 这个时候你小米默默无闻 这时候这供应商就说 你看 我这芯片啊 性能绝对的好 但对不起 我的售价也很高 你爱要不要 这个时候小米你有什么办法 对吧 你的办法是很少 你只能是说 算了高就高点吧 是不是啊 为了我小米手机的这个极致性价比 我性能要好呀 我也得忍受 供方给我的这种砍价 接受它比较高的一个供应商 接受它比较高的一个供货价格 但是当你小米成长起来呢 时候呢 是吧 我一次要几千万颗芯片 这对于你供方来说 就是大客户了 那这个时候小米想降降价 你供方呢 你也只能是忍着了 是吧 所以供方和这个制造型企业之间呢 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 供方赚的多了 那么你下游的制造商 你赚就少了 反之也是一样 好 除了供方给你砍价 买方也是有可能给你砍价的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的团购网站 包括像拼多多 他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把买方纠集起来 我们联合 给上游的 这些制造型企业给砍价 在这个装修领域啊 尤其常见 你比方说像瓷砖 到底这价格是多少 这里边水很深 那怎么办 我们这些普通用户 我们一块 组团 给你这个瓷砖制造商 砍价 看你降不降价 你要是不降价 对不起 你的瓷砖不买了 我买其他的品牌的 那这个时候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就比较强 而制造商一旦降价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产业利润率啊 可能就会下降了 对不对 这是横向来看 纵向 有两种力量 一个潜在进入者威胁 我们这叫做新进入者的威胁 这个产业里不仅有现在的一些竞争对手 有些人还想进来 对吧 你比方说像短视频 原来可能就是像抖音啊 快手啊 少数的几家企 结果后来 有一些大佬看到说 呦 这个短视频 这个行当好像很火嘛 我也来插一脚 对吧 像腾讯啊 这样的巨头 他有可能就会进入 新进入者的威胁 那么越来越多的新进入者进入了 那这时候这个竞争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好 还有替代产品 一些替代产品 就有可能把现在这些产品啊 给它替代掉 你比方说 早期的时候 大家看的都是那种大屁股的 对吧 CRT的那样的电视 很厚 那后来有液晶电视 那么这个液晶电视 就有可能 把你原来的这个产品啊 给你替代掉 人家都去买液晶电视了 不再买你这种大屁股的 又厚又重的 这样的CRT电视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产业呢 也就没啥钱好赚 利润率就下降 替代产品的威胁 好 那么这是这五种力量 我们先大致的了解一下 后面我们再具体拆解 第一个观点 我们基本上讲清楚了 对吧 第二个观点 他说最强的一种 或几种力量 占据着统治地位 并且 从战略形成的角度来看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也就说 这五种力啊 它不是均匀的 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或者特定的时段 可能只有一种 或者某两三种力量 它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 你比方说 像白色家电领域 那么白色家电领域 有一句话叫渠道威望 所谓的渠道 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讲的就是买方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啊 它是非常强的 那你这个白色家电 洗衣机电名箱等等 这些生产出来 你总要通过一些渠道卖出去吧 通过国美 苏宁这些线下的渠道 以及京东这样的线上的渠道 来进行销售 那么这时候 这些企业对那些制造商 像格力啊 像美帝啊 像春兰啊 等等 这些企业 那么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 或者说他们的砍价能力 就非常强 你春兰的空调 你想在我国美这卖 对不起 进场费交起来 对吧 我搞啥促销活动 想让你降降价 你也得给我降价 你不降价 我就不从你 不让你从我这卖东西 对不对 所以买方的这种砍价能力 是非常强的 那这个时候 这种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 或者这种砍价能力 那么它就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这个产业的利润 而且它对于企业战略的形成 也会起着关心作用 就像说为什么 好 我们刚才说了 买方就像国美 苏宁 京东等等这样的企业 它有非常强的讨价还价能力 那这个时候 这些制造商春兰格力这样的企业 难道 他就不想着怎么样去应对吗 他当然要想着怎么样去应对 对吧 他想着如何去应对的 这些举动 实际上就会形成他的战略 你比方说像格力 他说与其这个钱让你们渠道赚了 那还不如我自己赚 对吧 什么意思 就是我格力电器 我销售 我的产品 干脆 我不借助于你们这些 和我抢生意 是吧 抢利润的这些渠道商来去做这个事 我自建渠道行不行 我在每个省每个市 我都去建我自己的销售公司 对吧 这样虽然说我建这些销售公司 我要投入资源 但是我不用受你买方的气 那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格力 他在和国美苏宁等等这些企业 谈判的时候 他才有底气 我们也知道 国美和格力之间 曾经是有过一次 这个不愉快的经历的 国美说 你得配合我 是不是 我们搞促销 你得给我降价 啥啥啥品牌 啥啥啥这个产品 你要给我降价 这时候格力说我不降 那国美就说 你不降好 那你不要在我这个卖场里边 买东西了 全部下价 那格力怕不怕 格力不怕 下就下 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格力它是自建销售渠道 它大部分的产品 都是通过自己的渠道销售出去的 95% 只有5% 我是通过其他的渠道来进分销售 所以 你国美不卖我的产品 只影响到我产品销售量的5% 无所谓 是不是 不会让我伤筋动骨 而格力的这种战略 我们后边会讲到 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 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叫做前向一体化战略 对吧 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正是因为买方的砍价能力 在这里边占据着统治地位 所以 我格力 我去做我的战略的时候 我就要采用前向一体化战略 它影响我战略的形成 好 那么第二层意思 我们拆解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层意思 他说 产业中众多的经济技术特征 对于每种竞争力的强弱 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比方说 像规模经济 它就是一种经济技术特征 有些产业 它的规模经济是非常强大的 比方说像汽车制造业 当你生产的规模大了之后 你的成本才能够降下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世界上只有一些大的汽车公司 它才能够生存下来 如果一家汽车公司 你的年销生产量达不到30万辆 你就不要混了 是不是 因为你的生产成本 要比其他的厂商要高很多 人家的生产成本 一辆车比方说是20万 同样的车型 你要40万 你怎么和别人竞争 没法竞争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规模经济 这个经济技术特征 实际上就把很多的 想去搞汽车产业的这样的企业 给拦在了这个产业外面 对吧 你这潜在进入者 你想进入 你能不能突破这个壁垒 很难的 对吧 所以对于汽车产业这种潜在进入者的这样的威胁 相对而言就不那么大 这是我们这儿讲 他对这个竞争力的强弱 是吧 他确实是至关重要 好 那么这三层意思呢 请大家结合我刚才案例的讲解啊 要把它理解透彻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对这五种竞争力 着一的 那再去展开进行讲解 请注意 有些竞争力 即便是单独看 它都是非常重要 你比方说 像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它是有可能单独考察我们主观题的 所以 那么这些细点 大家也要认认真真地掌握 而有些例呢 它可能也就是考一个选择题 或者说是 它单独考察选择题的可能性很低 而主要是以综合性的形式来考察我们 就是在这个简单题啊 或者综合题里面 让你分析一下 有哪五种竞争力 所以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分开情对待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是特别重要的 大家要关注 也就是说一个产业 可能它的竞争不那么激烈 或者说它这个产业的利润率会比较高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些人伺机想要进入 是吧 我也想分一杯羹啊 那问题是潜在进入者进入的时候 这些在位者 他难道一点点都不反抗吗 你随便进吗 不可能的 是不是 我要尽量的把那些想进入的给他拦在外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就有进入障碍这么一说了 而进入障碍呢 是分成两大类的 那么哪两大类 大家首先要掌握好 一类叫做结构性障碍 另外一类呢 叫做行为性障碍 什么是结构性障碍 结构性障碍 就是在位企业根本就不用动手 行业它本身就呈现的进入障碍 叫做结构性障碍 这里边 在位的企业没有任何行为 就是这个行业所呈现的一种障碍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规模经济 反正我们这些在位的企业 我们的规模 是吧 在这个汽车制造领域 都是年产量30万辆以上 兄弟你想进是不是 那你看看你能不能达到我们这个程度 达不到的话 您还是算了 进来以后你也是赔钱 对吧 我们就其他的不用多说什么 这就是结构性障碍之一 当然除了规模经济之外 还有一些结构性的障碍 像产品的差异啊 资金的需求啊 转换成本啊 分销渠道啊 其他优势啊 政府政策等等这些 这都是波特他老人家提出来的 那么这些都是隶属于 我们说结构性障碍 但除了结构性障碍之外呢 还有一类障碍 就是行为性障碍 也就是说在位企业发现 说有哈 你看到这些结构性障碍 你们还敢进是不是啊 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 是吧 只是看着了 我就要伸伸手了 就是我要做出一些 反击 那是行为性障碍 至于怎么反击 我们后边啊 再展开来进行讲解 反正就是你知道 先分成这么两大类 一类呢 是和行为有关的 一类呢 是他产业本身所呈现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性障碍 在我刚才去讲 波特他所指出的 这些结构性障碍的时候呢 学员觉得好像有点乱 是不是啊 这么多 那么有人觉得 你这种感觉是对的 谁呢 贝恩 所以 贝恩就把波特 所提出的这些结构性障碍 我分文别类 归纳了一下 归成三类 那么这样记忆起来呢 比较容易 而贝恩的这个总结 是更重要的 那因为他的结构性更好 所以大家应该 更加重点的进行掌握 我们来看一下 贝恩怎么总结的 贝恩说啊 滴类就是规模经济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是不是 这个和其他的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规定 你就单独放在这吧 但是 剩下的很多 他是可以规定的 比方说 资金 专利或专有技术 原材料供应 分销渠道 学习曲线等等 这些资源 我都可以把它 归并起来 统称为 企业对 关键资源的控制 我控制了这些关键资源 那么你潜在进入者 想进入 难度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 有些产业 它是需要大量资金的 像新能源汽车 像芯片制造 像钢铁产业等等这些 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有些企业已经把这个 钱给它控制好了 没有煞鱼钱了 对吧 那么你其他企业 你想搞到这么多钱 你是不容易的 这个时候你想进入 你叫掂量掂量 你有没有那么强大的资本 对吧 当然除了资金 这种关键性资源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方说 专利或专有技术 所以为什么美国要打压华为 就是怕华为搞出很多什么 5G的专利和专有技术 那我美国的公司 我想去做这个5G 是吧 做移动通信 那难度就大了 所以我才要打压你 不让你掌握这些技术 还有原材料的供应 像钢铁产业 铁矿石 我掌握了这些原材料的供应 矿山我给弄好 那么你其他的企业你想进入 你有没有矿山 你没有优质的铁矿 你怎么搞出来 比较好的 这个最终的这个钢铁啊 对不对 很难 还有分销渠道 娃哈哈为什么这么牛 因为宗庆后 娃哈哈的掌舵人 宗老爷子 人家搞出来一套独特的分销渠道 叫连销体 这个连销体 就可以把我娃哈哈生产出来的产品 迅速的给它卖出去 你其他企业你想搞饮料 你有没有我这么强大的分销渠道呀 对吧 还有学习曲线 这个呢 我们后边在详细的展示一下 什么是学习曲线 这让大家知道 学习曲线是隶属于关键资源女朋友 除了关键资源之外 请注意他后边还有一个说法 说 以及什么资源的使用方法 我掌握了资源的使用方法 这个也挺好的 不是资源本身 而是资源的使用方法 有学习说使用方法很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是吧 你比方说像杨过 金武侠小说里边的美少男 对吧 他使的是什么样的武器 玄铁重剑 像杨过 人家使用玄铁重剑 能够发挥这个重剑的威力 那你要是拿那个宣铁重剑呢 你可能根本就耍不起来 对不对 没有办法发挥出这个资源的力量 这是我们讲的叫资源使用方法 你不仅要有这个资源 你还得掌握它的方法 有人拿到铁矿石 他可以练出很好的钢来 很好的铁来 但是有人拿到铁矿石 那只能做牙发子 是不是 我练不出钢铁来 那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资源的使用方法 所以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下 也是隶属于 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这个内容里边 好 第三块 就是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市场优势里边呢 请大家注意啊 它是分成两块 一个是品牌 另外一个是什么 政府政策 这个品牌很好理解 是不是 为什么可口可乐卖的好 品牌啊 我的品牌够硬 我在市场上就有优势 就有人买 我这个可口可乐饮料 对不对 但另外一点别忘了啊 政府政策 它也是市场优势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违和 有违和感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政府政策 它也是市场优势里边 那怎么来理解 你比方说 像金融行业 我要搞银行 是不是随便一家企业 我都可以搞家银行 显然不是 对吧 你要搞银行 政府得发给你牌照 电信领域也是一样 得有牌照 你得不到政府政策的支持 你没有这样的牌照 你是没有办法去搞银行的 对吧 那么那些 有牌照的企业 实际上它就享受到了政府政策 那么它相对于那些没牌照的企业 它当然就具备了市场优势 对吧 所以这点呢 大家要把它 结合我刚才讲你的案例 给它理解透彻 好 那么这三大块 有可能考主关题 所以我们这给出来一个技艺技巧 叫做市场关键式规模 是吧 我要想占领这个市场 关键看我的规模怎么样 市场关键是规模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三大块内容呢 就给它联系一下 记忆清楚 好 那么我们前面 在讲规模经济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把它拆解开来讲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名词 像转换成本这样的名词 它的含义 我们也没有拆解开来去讲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给它再拆解一下去看 因为这些不太好理解的名词 也有可能 初题人呢 会单独考察我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规模经济啊 规模经济 它指的是 在一定时期内 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劳务的 绝对量增加时 它的单位成本 趋于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 你比方说 像生产微波炉 如果我只是生产一台微波炉 我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为什么 你这微波炉研发出来了 要只生产一台 你也得干什么 开个模 你把模具要做出来 在工业上 你随便开个模 几十万就出去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生产一台微波炉 你至少要花几十万 你才能搞出来 对吧 因为你要开模嘛 但问题是 如果你要生产一千万台微波炉 那这个时候 你的生产成本会大幅下降 因为你这个开模成本 就平摊到了 这一千万台微波炉上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这儿讲的 就是你生产的产品 或劳务的绝对量增加的时候 单位成本 每台微波炉的这个成本 它是趋于下降 我们刚才只是说了 开模的成本 对吧 其他的一些成本 也都会有这个平摊的一个作用 使得这个单位成本下降 这个规模经济的作用很大 下面这句话呢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说当产业的规模经济 很显著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你的生产绝对量 增大到一定程度 你这个成本会下降比较多的时候 那么处于最小有效规模 或者是超过最小有效规模 经营的老企业 那么对于较小的新进入者 就有成本优势 从而构成进入障碍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汽车产业 这些已经在位的这些企业 人家的这个产量 已经是搞到一年40万辆 50万辆了 这个时候 它的生产成本 是运行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的 那么你一些较小的新进入者 颤颤未未的进来 对吧 一年就生产5万辆10万辆 你的生产成本是远远高于那些在位企业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掂量一下 我到底要不要进入 进去以后就有可能是亏钱 对吧 所以想想算了 说不定进去以后 第一年赚不着钱 第二年第三年也赚不着钱 我这企业有可能就破产了 还是不要蹚这趟浑水了 对吧 就形成了那种进入障碍 好 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也有区别 我们要把它给区分清楚 我们来看 学习曲线 它讲的是 当某一产品累积生产量增加的时候 由于经验和专有技术的积累 请注意这几个关键词 经验和专有技术的积累 所带来的产品单位成本的下降 这里边它和前面的规模经济 似乎是有相似的地方 对吧 都是在讲我的量会增大 也都提到了成本会下降 但是它强调的点是不一样 学习曲线 它这强调 我的成本的下降 是由于什么 是由于经验 和专有技术的积累 带来的产品单位成本的下降 先说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想一想 程序员 或者叫马农 就可以了 一个菜鸟马农 有可能一天就编上几十行代码 说不定里边还有很多bug 找这个bug 这种小错误 找的是满头大汗 但是一个成熟的程序员 有可能它一天会编几千行代码 而且基本上没啥错误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的经验和专有技术 它会积累 我的经验提升了 我的工资也会提升 但是我工资的提升速度 和我经验的积累速度 哪个更快 那你想想 一个菜鸟程序员 我们说一开始 它这个一个月的薪酬8k 对吧 它变成熟了 刚才我们说 马代马的效率提升了100倍 那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但是它的收入有可能也随之涨100倍吗 一个月800k 一个月80万 不太可能的 对吧 我收入没有涨那么多 但是我的这个熟练程度呢 那是蹭蹭的往上涨 那这个时候 我单位产品的成本 那就会下降呀 对吧 所以我们这儿特别的在指出啊 学习曲线 它强调的是经验和专有技术技术 而前面我们说规模经济的时候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像微波炉 它是因为我开模 本身需要很多成本 但是我平摊到 每一台微波炉上 我这个成本产生的这个 下降了这么一种情况 那这个和刚才所说的 经验和专有技术 它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这是二者之间的差异 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好 另外关于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 还有一些观点的东西 那它有可能会出选择题来考察我们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首先 他说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 它往往交叉的影响产品成本的下降水平 那什么叫交叉的影响 就是可能一会儿是学习曲线影响的多 一会儿是规模经济影响的多 另一会儿是学习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你比方说 一家这个汽车制造企业 我这个汽车制造企业 我一开始成本怎么下降 因为我加生产线了 我多搞出一条生产线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成本下降 我多搞出一条生产线 我生产的量增加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他更加强调的是规模经济 规模增大了 但是你不能一个劲的投资啊 是吧 我加一条生产线 再加一条生产线 这个投资 它是要讲究节奏的 不可能一直这么搞 那我这个钱是有限的嘛 是吧 加一条生产线之后 我可能要歇一阵 但是在歇的这一阵呢 学习曲线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这些工人 他一开始到这个生产线上工作 他是不熟练的 对不对 慢慢的他越做越熟练 经验积累 对吧 专有技术积累 又使得我这个产品成本 进一步的下降 我一个工人 我生产第一辆车的时候 成本挺高的 但是我生产到 第一千辆车的时候 我很熟练了 对不对 这个产品的成本 就会下降呀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学习一遍再起作用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又想去扩大规模了 我这个钱呀 也攒到位了 是吧 我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是规模经济在起作用 那过段时间呢 可能又是学习局限在起作用 所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叉的影响 产品成本的下降 好 在下面一个观点 说规模经济 使得当经济活动 出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时候 能够以较低的单位成本进行生产 而学习经济呢 是由于累积经济而导致的单位成本的减少 那么这就是对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的一个差异的比较 大家抓住这个累积经验就可以了 好 再下面一个观点 说即使是学习经济很小的情况下 规模经济也可能是很大 比方说像铝贯制造 包括像我们说的钢铁产业 还有芯片制造 那么这样的产业 它都是资本秘籍型 而资本秘籍型 我的学习经济是很小的 不需要工人有啥经验的累积 或者说你也累积不出啥经验 可问题是我的规模经济是很大的 我投资巨大 是吧 生产的量越多 我就可以把当初我那个投资平摊到每个产品 我产品的成本就下降 这讲的是规模经济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规模经济很小的时候 学习经济也是可以很大的 什么样的产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计算机软件开发 这种属于什么 叫复杂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我的劳动很复杂 但是我的投资其实并不大 或者说我这个投资啊 主要是投到劳动方面了 而我这种硬件的投资不大 你想想一个软件公司 不就是一些人 然后一些机器嘛 但是这些机器 占的这个价值的比重啊 是非常非常少的 一台电脑不就几千块钱吗 贵的是什么 贵的是劳动力啊 我开一家软件公司 用不到多少钱 买几台电脑 招一点人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规模经济很小 但是学习经济很大 这程序员 他都可以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成熟 就使得我们这个成本 蹭蹭的往下降 但这个降并不是由于规模经济导致 这种经济几乎可以没有 忽略不计 主要是学习经济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程序员经验的积累 使得我的这个成本下降了 好 那么关于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 我们找到这个程度呢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 过去五年考试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考试的频率也不低 对吧 过去五年考到了两年 所以对于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 大家还是要把它搞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初题人会怎么样考察我们 这是2019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这龙院公司啊 是一家制作 泥塑工艺品的家族企业 那么该公司成立一百多年来 经过世代相传 积累了丰富的 泥塑工艺品制作的什么 经验和精湛技艺 这让你想到啥呢 产品远消国内外 目前一些企业试图进入 泥塑工艺品制作领域 根据上述信息 龙院公司给潜在进入者 设置的进入障碍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不同选项 A 资金需求 这讲到说 我去做这些工艺品 需要很多钱吗 没有 对吧 A是不能够选的 来看一下B 说学习曲线 这有没有涉及到学习曲线的关键词呢 显然是有的 对吧 制作经验和精湛的记忆 讲的就是学习曲线啊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学习曲线就是什么 累积经验吧 对吧 所以B这个选项大概率是对的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要来看一下C和D C说行为性障碍 行为性障碍得动手啊 对吧 我们后边会具体的去讲什么是行为性障碍 从直觉上你判断 也是没有相关信息的 对吧 没有什么行为 对不对 所以C是不能够选的 来看一下D 分销渠道 这里边有没有涉及到什么分销渠道 也没有特别的提到这块 产品远销国内外 它并没有说这个远销国内外 是因为它的分销渠道做得好 才远销国内外 对不对 所以D这个选项呢 也是不能够选的 所以这道题目呢 就选B这个选项 考察的就是你对于学习曲线的内涵 能不能给它搞清楚 好 另外一个概念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就是什么 转换成本 什么是转换成本 所谓的转换成本 主要指的是 企业从一个产业转向另外一个产业时 我必须要支付的成本 比方说一个企业原来是生产白色家电的 比方说像电视机 就是白色家电的电视机好像没有啥前途了 我想去进入一个新的产业 比方说新能源汽车 但问题是新能源汽车 你要去搞这个东西 要投入非常大的成本 没有几十个亿 你压根连想都不用想 对吧 我想放弃原来的 这个电视机的生产 我去搞这个新能源车 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本啊 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成本 对吧 转换成本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实力 算了 你也不要去搞 对吧 你想进入这个产业 还是不要进入了 就转换成本太高了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就说那么多 那么前面 我们还提到了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那么这个市场优势 我们这儿再来强调一下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一方面是体现在品牌优势上 这是产品差异化的结果 所谓的产品差异化 指的是 由于顾客或用户 对企业产品的质量 或商标信誉的忠实程度不同 而形成的产品之间的差别 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 口可乐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服装 企业的这个品牌 比方说像美特斯邦威 号称是国民大品牌 很多喜欢便宜的顾客 会买这个美特斯邦威 但是另一部分顾客 可能就觉得 美特斯邦威好像还是有点老气 对吧 我喜欢时尚的东西 那我会买什么呢 有可能你就会买Zara Zara就号称自己是什么 叫买得起的时尚 所以我和你美特斯邦威 我是不一样的 我产品差异化了 如果你钱不是那么多 但是你又喜欢时尚的话 你买我Zara的服装 我虽然产品质量一般般 对吧 价格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但是有一点我是很特别的 就是我的时尚性非常好 好 那假如你要是手里边钱很多呢 又喜欢时尚呢 你可以去买Pirada 对不对 Pirada就变成奢侈品 我这个品牌特质和Zara又不一样 不仅时尚还贵 那到底这三个到底买哪个呢 那这就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偏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产品差异化 不同的企业在市场上有它的优势 好 另外再次强调啊 现有企业的优势还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上 刚才我们说这个 像政府给一些行业发牌照 就这个政府政策 前面已经说了 我们这就不再度去讲了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结构性障碍 那么下面呢 来看一下行为性障碍 行为性障碍 大家记住两点就可以 一个就是限制进入定价 另外一个叫做进入对方领域 就是我这个行为的表现呢 就是这两块 什么叫做限制进入定价 就是这些在位的大企业 他为了报复进入者 他就会搞限制进入定价 尤其是在那些技术优势中在削弱 投资正在增加的市场上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就说 我这个在位企业说 你想进是不是 好 既然你想进 我康仓把这个价格 一下子给它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 原来我们这产品啊 两千块 好 我一下子降到一千二 我看你赶尽 你的成本能做到一千二吗 如果你的成本是一千四 现在我已经把价格降到一千二了 你卖一台你赔一台 对不对 那么那些想进入一看这一种情况 卖一台赔一台那算了 我还是不进入 当然我们要知道 那么在限制价格的背后 它包含这是一个假设 什么假设呢 就是从长期来看 在一种足以阻止进入的较低价格条件下 所取得的收益 将比在一种会吸引进入者的较高价格条件上 取得的收益 也要大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把价格从两千降到一千二 看起来好像我现在赚的钱少 但是结果你没进入 你没进入这个时候 我薄利多销 我还是能够赚不少钱 从长期来看 我的收益还是很高 这绝对会比 我还保持两千块钱 结果你进去 进来了 进来以后把我的蛋糕全分走了 比这种收益要大 这个时候我才会采用这种限制进入定价格 否则的话 我还是不限制了 你进来就进来 反正我也能赚很多钱 对吧 它有这么一个前提的假设 才会使用这种战略 好 还有一种叫做进入对方领域 什么意思啊 进入对方领域 它往往是寡头垄断市场上 常见的一种报复行为 目的在于什么 在于抵消进入者 首先采取行动 可能带来的优势 避免对方的行动给自己带来的风险 你比方说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看到说 对社交这个领域不错 虽然我现在我电商做得很好 我也想进入社交这个领域 但是社交那个领域呢 实际上是有腾讯 是吧 在这里边做老大 那我要不要进呢 我试试看吧 对吧 所以阿里巴巴 它搞出来了 像来往啊 像丁丁啊 这样的东西 和这个社交有关 好 腾讯那边一看 你要搞社交是不是 那对不起 既然你站到了我的地盘上 对不起 我也要进入你的地盘 所以腾讯也会搞什么 搞微商啊 是吧 我原来是社交 现在我也要去做电商 我借助于我的社交平台 我去搞微商 我也进入你的领域 那么就是进入对方领域 那么行为性战这两条呢 我们给一个小的技艺技巧 叫做对方定价 这个定价呢 就是限制进入定价 是吧 对方呢 就是进入对方领域 就把这两条给它穿起来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行为性障碍 和这个结构性障碍 我们一个总体的一个讲解 那么整个这个进入障碍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 它考试的频率呢 还是非常高的 过去的五年 考到了三年 而且在2017年的时候呢 是曾经考察过简答题的 所以就单独 进入障碍这一块 它都有可能出主观题来考察我们 那么大家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记忆 你要知道这个进入障碍 它分成结构性障碍 以及行为性障碍 以及具体再往下细分 包含什么都要掌握清楚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出题人 如果他出这个客观题的话 他会怎么样去考察我们 首先来看一下2020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山野公司是国际著名的户外运动服装设计和生产商 那么该公司的产品广受消费者的喜爱 被誉为户外运动服装行业的第一品牌 不少企业试图进入该行业 并挑战山野公司的市场地域 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那么山野公司为潜在进入者设置的结构性障碍是什么 到底是 哪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 A 规模经济 这有没有讲到说 他这个规模超级大 导致他这个成本相比较别人 那是低很多的 这其实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一点 对吧 所以A是不能够选的 来看一下B 说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市场优势里边我们讲到什么 品牌 这讲到了被誉为户外运动服装行业的第一品牌 所以大概率B一个选项是对的 对吧 当然市场优势里边还有讲了政府政策 那么这里边是没有体现的 好 来看一下C 学习曲线 这有没有讲到什么经验积累啊 等等这些东西 没有强调 对吧 所以C这个选项呢 也是不对的 来看一下D 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这有没有提到关键资源呢 什么资金啊 分销渠道啊 什么专有的技术啊 等等这些 好像没有提到 对吧 至少没有很明确的提到 所以学习说 是国际著名的户外运动服装设计 但你光看这个设计 你并不能体现 它的专有技术到底多强 等等这些是吧 人家还说生产呢 这并不是特别明显 更多的是我们讲的这个品牌的作用 所以这道题目呢 我们说主要是体现这个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那么这道题目呢 就选B这个选项 所以要答对这样的题目 我们说你必须得对结构性障碍 它各条的内涵 要非常的清晰才可以 而且要知道 这个关键词到底抓哪个 千万别抓错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关于这块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再来看2017年的一道单向选择题 20世纪90年代光美公司在国内推出微波炉产品 那么目前呢 光美公司已建成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 这样你想到什么呢 这个营销网络啊 包括电商销售平台 数以千计的超市专办柜 还有实体店 还有十几个仓储物流中心等等这些 近年来不少企业试图进入微波炉行业 均未成功 光美公司给潜在进入的设计 进入概念是什么 A 说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这个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A当然是正确 我控制了什么 我控制了全国的营销网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资源 大家可以马上联想到我前面说的 Wahaha 他搞出来这个联销题 对吧 也是类似于这样子 B 行为性障碍 那显然没有 是吧 行为性障碍就两条 一个 限制进入定价 这价格根本就没有说 进入对方领域 对方是谁 他的领域不就也是微波炉行业吗 是不是 也没有进入对方领域 对吧 所以B也是不对的 C 所以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市场优势主要强调一个品牌 政府政策 品牌这儿讲到吗 没有讲 政府政策呢 也没有设计 对吧 所以C也是不能够选 来看一下第一 规模经济 这儿他并没有提说 我这个微波炉生产的量 非常的大 对吧 有可能他生产的量大 但是他强调的不是这个点 强调的是营销网 所以D这个选项呢 也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不要引申 还是要看这个题目 他到底关注的点在哪里 他讲了这么多话 关注的就是这个营销网络呀 是不是 这就是一种关键资源 所以这个题目呢 就选A这个选项 好 那么关于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关于第一种例 基本上就给大家介绍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例 替代品的替代微型 那么要谈替代品 我们先要看一下替代品的分类 一个是直接替代品 一个是间接替代品 那么直接替代品 对应了一个概念 叫做直接产品替代 它指的是 某一种产品 直接取代另外一种产品 比方说 像苹果计算机 它取代微软计算机 就是一种直接的取代 那么 苹果计算机里边 是吧 它是iOS操作系统 微软计算机里边 Windows操作系统 有人觉得这个iOS操作系统 非常的炫酷 对吧 整个的苹果计算机 设计的也非常炫酷 就喜欢这样 但有人觉得 微软的Windows 我使用习惯了 就喜欢这个 微软的计算机 但确实 你使用了苹果的 你就不会使用微软 使用了微软的 你一般来说 也就不会使用苹果 它们之间 就是一种直接取代的那种关系 而波特关于产业的定义里边 他讲的这个替代品 实际上就是这种直接替代品 我们这儿稍微的来看一下 这个波特关于产业的定义 他说一个产业是由一群生产相似替代品的公司组成的 那么这里边讲的这个替代品 就是我们讲的直接替代品 但是我们这儿所说的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不是讲的直接替代品 而是讲的下边的这个 叫做间接替代品 那什么是间接替代品呢 他和这个直接替代品有什么差异啊 我们来看 间接替代品 他指的是 由能起到相同作用的产品 怎么样 非直接的取代另外一些产品 怎么叫做非直接的 比方说 我们平时喜欢看纸质的书 那什么东西会间接的替代这种纸质的书呢 像亚马逊公司推出了一款叫电纸书 Kindle 它就是一种 间接替代品 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电纸书 你在顶上可以翻译 有点像iPad 但是又不一样 我们知道iPad 它那个屏幕啊 五颜六色的 对不对 会发蓝光 对眼睛不是太好 而 Kindle呢 它是尽量的模仿 纸质书的那种感觉 就看上去啊 虽然你知道 这是一个电子设备 对吧 但是看上去呢 还有点纸质书的感觉 那这就是电纸书 但问题是 它毕竟和纸质书不一样 那你屏幕的手感 和纸的手感 当然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 他并不喜欢用Kindle 依然是喜欢看纸质版的书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这个Kindle 没有完全把纸质书 替代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你像我家 我有纸质书吗 当然有 对吧 我有电子书吗 也有 他就不和前面的这个 苹果计算机和微软计算机 这样 对吧 苹果计算机就可以把微软计算机 给他直接的取代掉 但是Kindle做不到这个 好 那么波特 他讲的这个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他指的是间接替代品 那么Kindle 他就有可能把这个纸质书替代掉 对吧 我替代一点 你纸质书 你就视为一点 你这书店 你这书籍的印刷商 你的日子就难过一点 你这个产业 有可能它的利润率 就会下降 我替代一点 你的规模小了 这厂商还那么多 你的竞争就可能越来越激烈 对吧 确实是有这种替代品的替代威胁 它会影响到一个产业 它的利润率 以及竞争的强度 好 另外一个小的观点 大家要了解 他讲到说老产品能否被新产品替代 或者反过来说 新产品能否替代老产品 主要还是取决于两种产品的性能价格比的这么一种比较 那么现在Kindle是没有办法替代纸质书的 原因就是它的性能还没有好到让你完全的抛弃这个纸质书 全部转向Kindle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价格确实也是比较高的 你买一本纸质书几十块钱 那你买个Kindle一下子可能要付出上千块钱 那想想吧 算了 我还是买一本纸质书吧 对吧 毕竟看起来好像这个更便宜一些 好 那个观点呢 我们就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小点 我们也要知道 直接替代品和间接替代品 它的界限呢 实际上并不清晰 什么是纯种的间接替代品 什么是纯种的直接替代品 有的时候也说不太清楚 说不太清楚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 替代品的替代威胁这个细点 和我们前面讲的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相比 这一例 它的重要性要低很多 几乎不会单独考察我们 所以呢 我们也不给相应的一个题目了 大家了解到那个程度就足够了 好 那么五例里边的其他的一些例 我们下一节课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么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